论亏损 谁最厉害呢 又是蔚来汽车 在2022年蔚来一共亏损了 145亿 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亏损额 每一天平均要亏损超过4000万元 这已经不能用烧钱来形容了 亏损第二多的是谁呢 小鹏汽车 2022年他们一共亏损了91.39亿元 这是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而理想呢 亏损最少 只亏损了20.12亿 并且呢 他们在2022年的四季都是实现了季度盈利的 所以在经营状况上面 大家能够看出来 理想是最健康的一个财务状况 并且呢 目前他们的交付量也是最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负债吧 这个负债是 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自己主动提起的 自己去看这个财报 才能够看到这个数据 他们自己的公关稿件里面是不会提负债的 负债最高的又是蔚来汽车 他们负债多少呢 686.17亿 已经负债686.17亿了 接近700亿的一个负债 那么负债第二多的是谁呢 理想汽车 他们的负债 413.521 这个数字也非常大 那么小鹏的负债是最少的 345.8亿 那么说到负债 我们要讲一下他们手中的现金 这个现金非常重要 现金就是维持企业运撞的一个现金流 如果谁的现金流都中断了的话 对于这个企业经营来说 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现金最多的是理想汽车 截止2002年12月31日 理想拥有的总现金是584.5亿 第二多的是蔚来汽车 423.6亿 现金最少的是小鹏汽车 378亿 这个数字 大家听起来可能没有很直观的感受 但是我结合这个负债给大家来聊一下 以及前期他们的总现金来聊一下 大家就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了 比如说蔚来汽车 它在2002年的9月30日 它的那个时候总现金还有610.88亿元 但是仅仅过了三个月以后 他们的总现金直接掉落到423亿元 三个月将近少了200亿的一个现金储备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三个月就少了将近200亿的现金储备 如果再过三个月呢 是不是要变成200亿的现金储备了呢 而他们的总负债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2002年的9月30 他们的总负债是640亿 而到了12月31日 他们的总负债是686.17亿 仅仅过了三个月 他们的负债增加了46亿 大家有感觉了吗 仅仅过了三个月 现金储备少了将近200亿 但是呢 负债却增加了46亿 而理想汽车呢 2022年9月30日的时候 他们的总现金是550亿 而到了2022年的12月30日 他们的总现金上升到了584亿 也就是说经过三个月 他们的总现金增加了34亿 他们的负债是增加还是减少的 根据财报 2022年的9月30日 理想汽车的总负债是350.83亿 而到了2022年的12月31日 他们的总负债是413.52亿 增加了63亿的总负债 所以目前来看 理想汽车也不是这么热观 只不过比未来要好一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再来看小鹏 小鹏的总现金 从9月30日的396.98亿 到2022年的12月31日 他们的总现金变为378.24亿 减少了将近20亿 所以从这三家的金储备和负债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 目前来说 理想相对来说是健康一点的 因为他们的现金是在增加 而负债也是在增加 但是未来和小鹏 现金在减少 而负债却在增加 尤其是未来 现金一下子减少了200亿 但是负债却又增加了46亿 如果说小鹏 他有这个生存危机的话 那么从现金流上面来说 我觉得未来的情况可能比小鹏还要糟糕 所以你们觉得 在这三家造车形势里面 谁会走得更远呢 谁又会走得更稳呢 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的 关注中国新能源车的发展 感谢观看